哎呦 它的皮 雖然感覺放在外面很久 感覺應該會軟軟的 口感不好 沒有 它很酥欸 它裡面是綠豆跟蛋黃 可是因為它把綠豆沙跟蛋黃打在一起 它吃起來就不會沙沙 繼上次石龍宮 對我的頻道發展有奇效之後 我就開始非常喜歡拜拜 所以我今天就來北港朝天宮 然後我就想裡面不知道有沒有拍 反正我就拿下去 然後有人阻止我 我就關掉這樣 好 景區簡單拜一下 其實我主要是為了來逛 這是老街嗎 這後面有一個老街 我主要是來逛老街的 但是我剛剛下車 因為我停車 有一個阿嬤就幫我指揮這樣 指揮完下車她就問我說要不要買金子 然後我們就經歷了七七四十九大戰之後 我還是跟她買了一百塊的金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拜好像收不太過去 所以走吧 我們進去簡單逛一下拜個拜之類的 結果這邊是免費的嗎 這邊進來有免費的嗎 沒有啦 要那個啦 要投錢嗎 好酷喔 還可以一卡通喔 還可以刷卡耶 現在拜拜都這麼高科技了 好 但我應該不用 因為我這裡面都有 我覺得這邊實屬有點暗 好 我想一下流程怎麼走 這個我永遠都看不懂怎麼寫 為什麼我昨天好像寫錯了 可是我跑去櫃台問她 我跑去問她好 好 姑且就先放這樣子 所以我要先去媽祖鎮店 先去媽祖鎮店 我要先來點 喔 這個多的 這樣多一支耶 喔 他們還有回收 一個香的回收器 這個好酷喔 這個是用眉油燈的那個 太酷了 它是用眉油 它不是用瓦斯的 好 女的七支 好 再來從媽祖鎮店開始拜 那等一下就是拜完之後 你把鏡頭給我 你拜完之後我再還給你這樣 可以嗎 好 現在應該超暗的 因為我已經 我們太晚來了 但是你看 我還是覺得 一間廟有這種地圖 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像我這種 以前沒有什麼拜拜的經驗 或是不太懂這種文化的 就開始跟著這個拜 我就覺得好讚喔 然後再來是拜第四店 聖父母店 每次都立起來超讚的 不然很多香都直接倒在裡面 我就不行 我要有虔誠的心 不能讓它倒在裡面 我一堆這種光明燈很酷 看得很療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行 我一定要摸一下元寶 上次摸元寶 這個流量整個 嗯 上次這個元寶真的超猛 我去拍十龍宮的時候 那時候才五千訂閱 然後拜完十龍宮沒多久 就一萬六 就哇操 哇操 那個元寶真的超屌的 十龍宮沒有大元寶 是我拜的那個船上面有元寶 我摸那個真的是太扭了 然後再去最後一帳 還有一支箱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民間說法是說 你拜拜完之後 如果你的手有紅紅的 這些事情就一定會實現 超紅的吧 實現爆了吧 到他笑了 他現在尷尬的笑 因為我太浮誇了 拿到我的就是貢瓶嗎 我不知道 金子類的東西 我要來畫 希望這次也會燒得很旺 那我就會很開心 然後據我上次在十龍宮的經驗 應該是說 有東西要先自己點 那我就先點這個大張的 OK 折起來燒應該沒問題 不然這麼大張 點不起來 好 我有點到 但是 應該差不多了 不然風太大了 大家動作都好快 應該可以啦 感覺有點心虛 但是應該可以 對啊我在想 我朋友上次跟我說 自己的東西要先點 但是如果 像遇到這種風大 點不起來的情況的時候怎麼辦 神明就收不到我的 我的金子了嗎 好難過 應該可以啦 我希望他收到 希望他可以保佑我 大富大貴 好 再來就去光老街 我在台中很久沒有吃到 南部口味的大腸包小腸了 所以想說 讀讀看北港這邊的有沒有 買了兩組 一組給我朋友 一組我吃 大家來吃吃看 希望它味道跟高雄一樣 好想念高雄的大腸包小腸 那我朋友已經在燉我了 高雄的毛 這南部長大 不能怪我 OK 買到了 看起來很很南部 這個整個沾到炭的感覺 我剛剛要問他有沒有蒜頭 超級好吃 你面對朝天空左手邊那一攤 看起來舊舊的 一對夫妻在賣了 還有賣烤透的時候 跟什麼青草茶 林芝茶那一間 太好吃了 好 逛老街 雖然好像大部分都關了 好吧 加減逛了 這個切片的那個也很好吃 沒有很喜歡杏仁的味道 你不喜歡杏仁 對啊 他本來就買這個 黃金餅 它裡面是什麼 它是綠豆跟蛋黃打扇蝦去做的 綠豆跟蛋黃 大手的金沙 啊這個可以買小塊 可以買這樣小塊的 一片是60塊 一片60塊 黃金餅 那這個大小可以再幫我切一半嗎 可以啊 對那這60塊然後切一半這樣 可以可以 OK好不然再來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啊幸運的 幫你宣傳一下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直接大港開吃一下 我們傳統高餅 傳統大餅 反正我之前在傳場 吃了很多老闆的大餅 現在被 最之前的之後 就可以吃自己買的大餅 這個他剛剛說我們綠豆跟蛋黃打扇做的 綠豆跟蛋黃打扇做的 唉唷 它的皮 雖然感覺放在外面很久 感覺應該會軟軟的啊 口感不好 沒有它很酥欸 然後它裡面是綠豆跟蛋黃 可是因為它把綠豆沙跟蛋黃打在一起 它吃起來就不會沙沙 有點機車的口感 它吃起來就是整個 它裡面的料很綿密 然後上下是酥酥的還蠻好吃的 好然後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 我剛剛買這個白色是什麼 啊應該是綠豆碰 對綠豆碰 我吃一下 這個概念又不一樣喔 它算一樣放在外面冰冰的 因為它放在外面很久了 但是蠻酷的 它整個是酥的 然後裡面有一層餅是脆的 然後同時有綠豆的香味 我覺得這個蠻厲害的 很好吃欸 我現在買下來250 感覺偏貴 但是老街嘛 就是這種 觀光客或者什麼 在來的地方 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這個奶香味 奶香味超夠 它有一個很濃的奶香味 我覺得超好吃的 最後一個是什麼 奶油酥餅 它裡面是包的 我已經忘了 完全忘了 奶油酥餅 它其實有點像太陽餅 反而這個 這個是最便宜的 所以反而沒什麼特別的 不難吃啊 它還蠻乾的 可能要配一點東西 以30塊來講 它算不錯啦 蠻好吃的 它有一個姿勢味 好吃 但最推的還是第一個 那個狀元餅 狀元糕 裡面夾綠豆跟蛋黃那個 那個真的超好吃的 好繼續逛吧 北港的特產 是不是花生 或芡果類的東西啊 還有餅 對 超多間在賣餅跟花生 就是幾乎整條街都是餅跟花生 對啊 好像也蠻多杏仁的 到底是這樣 北港是堅果 堅果都市 專賣堅果 對 還有麻油 麻油也不少 是怎樣 它其實就是一個堅果 堅果 餅類麻油大街 還有這種很古早味的玩具店 然後路過一間火雞肉飯 鴨肉飯的店 想說進去吃一下 好給你們看一個幾秒鐘的菜單 這是一間沒有名字的店 看起來好累 這個光線實屬是不太好 然後最惡劣的是它本店不提供麵子 怎麼會有店不提供麵子 它跟石龍宮一樣欠捐麵子 沒有啦 生放棒 它沒有欠捐 是我自己想捐的 它不需要有麵子 它是一間廟 你這邊連吃泡麵子已經掉了 是我標準太高 我的問題 我應該吃 它有飯 吃個肉絲 它肉絲炒飯要150 白吃才買150個肉絲炒飯 水餃10顆70好像一個 不然我吃個水餃 你說好不然我點點看150的肉絲炒飯 有什麼不一樣 好啦點一個150的肉絲炒飯 吃看看 150 肉絲炒飯 好綁過來帶黑眼圈就好一點 應該這樣就好了 不要再問我要什麼了 150的肉絲炒飯我還能用什麼 我真的是觀光客 但凡它有炸龍珠我就點一份 可惜它沒有 好我的炒飯來了 150 懂的都懂 好我吃完我的150的肉絲炒飯了 懂炒飯的真的 我剛剛那個畫面你一看就知道我想說什麼 但我們做人這個嘴巴不能說的太絕 反正就是懂的就懂 我跟我朋友 我們兩個吃一吃 有沒有吃完我就不說了 但我們是小跑步出來的 反正就是真的是有一點不太能接受啦 我們講一個比較好懂的說法 就是我們都知道有一些店家他們就是 定理位置好 所以怎麼做都不賠錢 大概就是這種類型 好啦說不定會有人喜歡吃 我不知道那個炒飯 胡椒味蠻重的 說不定有人喜歡吃胡椒 你們會喜歡 但是我個人是無法接受的 我沒有惡意 沒有惡意 只是蠻屌的 真的蠻屌的 反正我們有點太晚來北港了 然後其實拜完拜之後就沒什麼東西可以逛 但是簡單來說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下次應該早點來對不對 下次跟朋友早點來 比較不會這麼廢 反正就是以上就是今天的 幫我拿一下我的卡迪娜 我花了100多塊 唯一夾到的一包卡迪娜 謝囉 這包 就是我今天吃了一個150的肉絲炒飯之後 唯一的戰利品 可能我剛剛拜拜的運 都保佑在我的頻道上 所以這些這種偏財 這種小事情不重要 我的頻道一定會大富大貴 好啦 那我們下次見 Cheers 好 於是那個150的肉絲炒飯 實在是讓我非常的沒有吃飽 所以我要來了 回程的路上一定會經過的 我之前拍過 如果你沒看過的話 上面有連結 趕快去看 拜託 掰 我都從這邊老鼠一堆 因為路人會在這邊吃完 都掉去一些在地上 難怪他們要抓老鼠 我不是故意的 但他真的一直掉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